从彭亨劳务开车到瓜拉利贝 两地距离一个小时车程 这趟自己志工谢翠倩 要跟米达奶奶酗旧 出来迎接的是米达奶奶的女儿 谈起翠倩和米达奶奶认识的姻缘 应该从2014年东海岸水灾说起 那时看到她的一个就是很愁闷 整个心情 因为她的家就是比较很严重一下 烟水烟到 她也不懂要从何下手去弄那间家 就是看到我们持久有来 我们就讲没有关系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整理这个家这样子 然后就是跟她讲 她就马上就是 就觉得就是我们就好像上天派来的女儿这样子 她就讲你是我的甘女儿这样子 她就整个人就开心开了 在后翠倩一直心系米达奶奶 直到最近翻找记录 重新联络到米达奶奶 开始的时候还不急 过后跟她讲一下 她讲她还记得 她就想到为什么不来看妈妈 妈妈身体最近很不好 就是叫我过来这样子 岁月飞逝 米达奶奶脸上多了皱纹 最近健康状况不理想 颈部因为甲状腺长了两个大肉瘤 但却不影响她的记忆力 多年后再次相聚 格外珍惜闲话家常的时间 最近还带来当初灾后的合影相片 让奶奶做纪念 一场水灾牵起两人的情缘 米达奶奶把翠倩当成自己的女儿 临别不舍两人紧紧相拥 同时许下再见的承诺 大海新闻珍珊美之工 陈金香杨文辉系爱芬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